感谢各位继续来到咱们的教学频道同场 对咱们不离不弃 非常感谢 在刚刚介绍完这个所谓的Gloss Shader之后 我们很快紧接着 马上给各位介绍所谓的Metal Shader 这个Metal Shader 基本上算出来就长这样 没有什么悬念 很明显 它就是所谓的来谈论金属的 对吧 跟我们刚刚那个Gloss Shader 可能差的非常多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怎么样上不上这个所谓的 把我们的这个Metal Shader 把它指定上去 我们只要把物件选起来 然后来到Random on 然后找到Random on Materials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的Pixel LM Metal 就这个东西 它在我们的Gloss Shader的下面 就可以在这个下面 直接指定上所谓的Metal 然后在这个位置 各位就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Metal Shader 它的这个里面的内容 很明显 相当的明显 它跟这个所谓的 我们叫做 这个Gloss Shader 差别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重新的 把我们的Gloss Shader 重新再指定回来 给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Gloss Shader 它的里面的内容是这个样的 基本上没有 就是跟那个所谓的属性上 差别的是比较多的 也没有像Metal Shader 有比较更多细致的设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 把这个所谓的Metal Shader 再指定回去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在属性上 差别非常的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overline overline呢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它基本上 你就把它当成Layer Shader来看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东西 下面这个什么东西呢 叫refractive Frame Direction 这个就是所谓的折射率 那各位同学 你可以看一下 跟这个地方 跟Gloss Shader不一样 这个所谓的 金属的折射率 它用的是颜色的设定 它不是用数值 这个所谓的 Gloss Shader 就是玻璃那种 那种透明类的固件的话 它的折射率是用设定的 而我们这个地方的 折射率是用颜色的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 这儿有个小箭头 这个小箭头呢 它里面就有各种 不同的金属的折射率 比如说铝 Aluminum是铝 鱼 然后这个所谓这个是个 在下面的copa是铜 金 水银 还有蜜 还有银字笔 也就是说 基本上在这个世界上 各种特定的金属 基本上它都有 所以各位呢 可以从这个地方看一下 很清楚的 当然如果你看不懂这个阳文的话 当然我们就可以认旁边的 这个化学元素符号了 但是这个阳文看不懂的话 化学元素符号应该也看不懂 所以Al是aluminum 是铝 然后cr是个 然后cu是铜 go是金 这个没有悬念 hg是拱 就是水银 再来这个nicl 就是所谓的面 再来是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折射率 是用颜色在处理的哦 所以这一点跟那个 我们先前看过的那个所谓的 那个叫做gloss 就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调成铝的折射率 它出来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当我现在把它调成这个所谓的 金的折射率 它出来结果又有点不一样 所以各位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所以这个是主要的 这个reflective index 但是这个接下来这个地方 又看到一个属性叫coefficient 这个coeffici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差别又不一样 它叫做extinction coeffici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叫次要折射率 意思就是 你可以做出像合金的感觉 比如说铝 再加上铜 就是铝铜合金的这个折射率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 非常多的不一样 比如说铝再加上钩 或者是我们的银 再加上金等等之类的 这些配合 当然你也有很多的presentation 比如说铝制品的present 然后各制品的present 银制品啊 拱制品啊 或者是预设值 这些东西的金属 在选择很多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oughness 这个roughness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当然之前有谈过了 对吧 当你把这个roughness谈得很高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的这个反射 跟你的亮点的表现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你把你的roughness谈到最高的时候 它就没有这个亮点 跟反射就融合到几乎是看不见 是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了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是决定于亮点跟反射的一个程度 好我现在回到我的different 把它调回去 而这个enlightstrophy就很特别了 这个enlightstrophy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谓的 你的反射跟你的折射的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enlightstrophy呢 这个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东西的 它是折射跟反射的这个方向 所以呢还有亮点的这个方向 我们之前有说它是比较适合拿来做 比如说像是光碟片啊的那个东西 而这个specular color就没有悬念 它是这个所谓的你的亮点的颜色 对吧 亮点跟反射的颜色 这个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注意哦 这是管的是亮点跟反射的颜色 它跟折射率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看 那做出来的样子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我可以选一个黄的 或者绿的 绿色都有黄的 所以红的也是这样 所以呢这个有这些东西 那我把它换回去 再来接下来下面有这个bump bump这个地方呢 又更加的更没有悬念 对吧 bump就是你的normal mark 你的这个所谓的displacement mark 还有你的这个bump mark 就放到这里面 而下面这里有个数字是比较特别的 新手都是乱调 什么意思呢 这叫shading tangent 它跟什么东西是联动呢 跟你的anastropy是联动的 也就是说呢 这anastropy呢 决定的是这个 所谓的你的这个 折射跟反射的这个方向 对吧 而这个地方就是更加细致的 来调整这个 所谓的折射跟反射的方向 所以也就是说 当你的anastropy没有调整的时候 当你的anastropy没有做任何的调动的时候 你去调整这三个数字是没用的 所以这个地方各位要把它理解清楚 这两次联动 好 再来present是mosc 对吧 我们呢说你可以在这里上个材质 就可以当成mosc来用 最后是AOV AOV的话呢 指的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的mod id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金属 这是所谓的金属的材质的一些设定 比较主要的是 所谓的你的主要折射率 跟次要折射率 它是以颜色来处理的哦 所以这个地方比较特别 它不是这个所谓的 利用指定数值的方式来处理 这个所谓的折射跟反射 是吧 它不是用这个所谓的主要的数值 来处理它的折射率 所以这一点呢 请各位一定务必要记得 所以它这个折射率旁边呢 就会提供给你这些prejudge 给你用 所以你要善用 因为特定的一些特定制品的话 它就可以从这里选择 然后呢 如果你要调整特定的折射的话 你也可以去查 比如说它的这个特殊的金属物件的折射率 它是哪一种 然后你就可以设上去 但是要特别注意它是用颜色来处理的 OK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说的Metal Shader 好 好 对